雨嶺加油 雨嶺加油 全國紅包大家都一起在觀看我們這個重點 林玉婷 有金牌的大家手上金牌還是要打高一點喔 我們越高越好不好 台灣的榮耀 林玉婷 全國的榮耀 林玉婷 新北的驕傲 林玉婷 新北的女兒 林玉婷 全國的希望 林玉婷 玉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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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 意願 一個祝福 我們全力請你希望我們台灣的英雄 我們的加油 林玉婷 玉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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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其實主要是想要問一下 今天大概號召了多少人 那事情做了什麼樣的準備 我們大概已經就是有好幾次 就是去看比賽的經驗了嘛 所以每次的比賽經驗呢 都會讓我們就是越來的越有創意這樣 今天大概是可能是大家最後一場的比賽 今天在群組裡頭看我們應該是上看了200個人 但是有很多人其實不在群組裡頭這樣子 對 所以你們事前好像因為這次在服裝上面 也有一些小事大家有 對 等一下等一下 欸 Christine 欸 哈囉 欸 親愛的 你們都已經印出來了 如果要放在畫面 就是站在我後面這樣才看得到啊 對啊 這邊我都已經印出來了 拿一下 還是我們等一下再拍也可以 對啊 那就是要拍你 不是 我後面都會看得到 對啊 可以可以可以 就這樣啊 可以可以 對 這邊 對 然後是想要問一下就是說 好像還有特別的就是 比如說 發會集啊 然後穿綠色的衣服 這部分大家是怎麼討論要去應援的 因為一開始其實我們不知道會場有多少人嘛 然後其實我覺得很感動的是我看了好幾次的比賽 你就會看到 譬如說橘色的 欸你就知道是哪個國家 是荷蘭的 那譬如說愛爾蘭他也會全身穿綠色的 然後法國就是紅白藍 所以其實每一個國家他都有自己的特色 所以我覺得我們台灣是不是也可以就是 無形當中的在應援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形成我們的意識 其實你走在路上你就會看到說 欸 這應該是台灣人 譬如說他拿茄子袋啊 還是說他身上特別的標示 所以我們今天的那個 Dress Code呢 就是綠色 雖然我們的那個玉婷呢 今天是穿紅色的賽服 可是大家也知道嘛 我們的那個 強敵呢 林伯哈 他也是穿紅色的 就是在下一場的比賽這樣 那以免呢 他們到最後 其實每一次我們在拍照的時候 他們都很愛拿五星旗來後面蹭我們的光芒這樣子 所以為了今天呢 不要被他們蹭到 所以我們就決定了要穿綠色的衣服 然後讓我們綠油油的一片可以在那個會場呢 就更加的顯眼 對 沒錯 因為其實好像有些人沒有綠色的衣服 所以你們是不是事前還去幫忙大家買 這就是台灣人很可愛的地方 是因為我們也是臨時決定 臨時決定說我們要穿綠色的衣服 那很多人可能衣出以頭沒有綠色的衣服嘛 那台灣那邊有朋友看到呢 就有我們的課金狗馬 就是我仍沒有辦法到現場 但是我精神上支持你們 然後有人出錢出力 所以就有人贊助了我們T恤 然後今天早上呢 就有很多好幾位就是台灣人 就已經去搜刮了好幾間店的那個 各式大小size的男生女生的綠色上衣 所以等一下到這邊來就會分送給大家 讓大家都可以穿著一樣的制服出去 所以其實我們從這一次開始呢 就可以去想想看 我們下一次的奧運或者是每一次的世界盃 我們要怎麼樣來為台灣應援 我覺得這是會凝聚出共識來的 就像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件衣服 這是去年2021年我們冬奧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設計的嘛 所以我覺得我們也許會發展出一套 我們自己台灣的應援方式 以後就像荷蘭一樣 像愛爾蘭像其他的國家一樣 你在路上看到那個顏色的隊服 因為我好羨慕他們其他人 其實你看在義大利 你就可以看到他身上穿的伊塔利亞 這樣子的 即使他不是國家隊 然後法國 你看我們這一次 你去那個他們官方的網站 他前面就會寫法國 France 所以就是出了很多這樣子的T恤 我覺得今天台灣比較辛苦的一點 是因為我們有鄰國 我們有中國的打壓 所以今天這件衣服 有可能沒有辦法出現在會場上 因為他寫著台灣 對他們來講 台灣就是一個不能說的字 所以有可能他會要求我們 要把所有有關台灣的字眼遮蓋起來 對那我很希望有一天 我們可以穿著台灣的衣服 很驕傲很開心地走在路上 因為現在畢竟是在 可能將近200位台灣人一起進場加油 對 這個數字有在當初的預期內 還是說你們也沒想到 大家這麼熱衷來參加 因為有很多人其實已經就是離開了巴黎去度假了 而且明天就已經是閉幕式了嘛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非常的開心 今天早上有人從英國來 從瑞士來 然後也有人從幾天前 知道我們進入決賽了之後 從台灣買機票就飛來 為我們加油 然後為我們的玉婷加油 所以我相信台灣有能力 然後有意願的人到處都是 對 而且我覺得非常感動 今天不管是來 兩個人來 20個人來 200人來 2000人 我相信呢 玉婷都會聽到我們的應援 那我們台灣人是堅強最驕傲的台灣女兒 是不是也覺得很心疼她這次 就是遭受到這些網路上的霸力 就是很希望她可以好好的把最後一場比賽完成 我相信啊 這絕對不會是她最後一場比賽 我絕對相信以她的這個實力呢 能夠再更上一層樓 這可能會是這一次我們在巴黎奧運 最後奪下的裡面金牌 對我們不要給她太多壓力 不管怎麼樣她都是我們最棒的 我想這個抹壓 然後這一次的這個性別的議題 其實就是一個政治操作 所以沒有所謂的政治歸政治 就是體育歸體育的這樣子的鬼話 所有的事情都是政治操作 包括不讓我們拿台灣字樣的任何標語進到會場 這個就是一個政治打壓 這就是一個政治的動作 是我覺得是被操作出來的議題 那麼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用我們贏得金牌的方式 然後我們站出來 我們為她闢謠 我相信還是有很多人可以理解 然後她是會去想的 並不是所有的人呢 她都是只看表面 我相信這件事情時間 會還給我們一個正義 但是我們一定要持續的發聲 不能讓她孤單 謝謝你 好 謝謝 掰掰 謝謝 這個可能妳拍過了 還是妳要拍加油的 而且我後面還可以宣傳 只有 還有我們 這一次加 然後拍了一個文化奧運 然後在那個 呃 好可愛啊 好多版本 然後在發 8067 然後 那個是不是 這個是不是加油 好累 對啊 對 對 我們有會辦一個 然後那個 這個一樣 好 那要先喝奶茶 好多會急 所以我等一下要先 欸還是妳這個 才能再夾一個啊 不行 沒有我這個已經正在收了 對啊 所以 沒差啊 這是妳的嘛對不對 對 那等一下就是直接夾 然後再一樣 一樣 對等一下先等我夾好 妳才能 我才有辦法拿三隻 我會買 對 我揪過她一起來的 對 我揪過她一起來的 所以妳一問她 她就說 嗯 對 對 所以妳們之前也都會聊過 有這樣政治的意義 有 因為她是因為我才知道 就是台灣跟那個 就是更了解 她之前就知道 但是是透過我就更了解 就是目前台灣跟中國之間的 政治關係 對啊 嗯 所以妳也有跟她解釋一下 就是這次玉婷 不是再遇到她嗎 有有她也知道 她其實在我跟她解釋之前 還有知道這件事情 對對對 越滿多外面有報導 對對對 嗨 要不要喊一下 玉婷加油 好嗎 怎麼 玉婷加油嗎 丟筋拜 什麼妳要喊什麼 玉婷加油然後丟筋拜 好 一二三 玉婷加油丟筋拜 再問了 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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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接收到有這樣子的任務的時候 然後花了多少的時間去找衣服 然後花了多少的錢 買了多少件 其實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只是在群組製酒 就想說 我們要跟之前的不一樣 想說要有特別的配色 所以我們後來就決定了 就是我們用綠色配色 可是綠色一個不是一個 非常好買的顏色 所以後來就是 我們在群組裡面 就有人大力贊助我們說 就是願意掏腰包 然後大家共襄上去 想說我們就組成一個採購小組 然後幫大家把所有 就是在巴黎啊 然後在其他城市啊 大家要來看衣服 大家要來看的人 然後一起買這個衣服 然後帶來這裡 然後發放給 就是台灣要進場幫 御庭支援的台灣民眾這樣子 像你跑了幾間店 然後買了多少間 花多少錢 呃 我是從別的城市來了 我是從 坐火車兩個小時 在我們城市找了 三家店的時候 然後才買到大概 30件到50件左右 我就從 兩個小時的車程這樣扛過來巴黎這樣 你自己一個人帶三五十件過來 對 我自己一個人帶 就是想說幫忙大家 然後能夠盡一份行李就盡一份行李 這樣子 超辛苦的耶 對啊就是那一大袋 全部都是我扛來的 然後還有其他的朋友也很辛苦 因為他們是基本上都是在 巴黎所有就是能夠有衣服店 看綠色衣服的地方 他們全部都有進去掃貨影片 對 你這樣子買你說30幾 30還是多少 30到50左右 這樣花多少錢 對 呃我們一件差不多 就是10到15塊的預算這樣子 對 所以剛剛都已經全部發完了 呃 還等一下還會有男生的衣服 裡面還有 對就是陸陸續續都會有民眾來 因為我們今天8點才入場 所以等一下還會有一批 會是在禁堂後裡面的話 我們在會那邊發放 欸其實你要來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又要扛獎大袋對不對 嗯很辛苦耶 為什麼會想說一定要來 呃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玉婷的處境 其實有點像是我們台灣的處境 就是 一路上我們想要尋求到一些資源 可是我們會被一些 呃 惡意的言語啊 就是或者是一些抹黑不諒解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自己的人要自己挺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玉婷可以帶著我們這個台灣精神 然後我們支持著他 所以我們一定要來現場 就是把我們的聲音傳遞給他 希望他可以順利拿下競牌 你自己有想到說 在巴黎 畢竟是國外 但是卻有這麼多台灣人 願意一起來談佳應節喔 就其實真的滿感動 因為其實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從小小的小組 可能到二十三十幾人 然後慢慢一直逛到 就是現在一百五十個人 大家其實是一個拉一個 就是大家會互相幫忙刷票啊 然後刷到票的時候 就會問朋友說 要不要來 然後我們還有很多朋友 就是可能從英國 就是左側來 或是從各個歐洲其他地方 就是特別飛來 就是刷到了票 他們就想要來賞聽 所以我真的覺得台灣人 這個超級團結 為了這一次的比賽 所以希望我們可以拿下 勝利 對好的成績這樣子 謝謝你 謝謝 你說那兩代的打敗跟設計 好不好 要不要那個 以這樣為背景 因為它這樣子有光線 好 那我一個人滿孤單的耶 不會 我把鏡頭上給你 先全身的造型 先介紹一下喔 我其實是我的靈感人 來自台灣 我是想自海洋之島 因為我們這是一個島嶼 所以我們融合了所有 進來台灣的各種文化 然後你可以看我的頭上的是小籠包 然後還有大珍珠小珍珠 台灣是個很多彩的地方 很多種族 所以有各種顏色 然後你可以自己選 然後我的耳環上面呢 是粽子 粽子下面是英文TW 就是寫台灣的意思 但是叫小聲 今天要說是WIN TODAY 進去之後再喊台灣 然後這件是金牌珍奶 希望我們今天就拿金牌回來啦 然後這個還有蕙琦 我的領子是蕙琦 然後脖子這個是媽祖 希望媽祖有保備 拿金牌倒回來喔 然後我的洋裝其實有點融合法國風格 因為我其實是住這邊的台橋 所以我想要融合兩邊的文化 所以它是比較法式的感覺 所以你住在這邊嗎 對我住這邊 那這個東西是你家本來就有嗎 對我回台灣的時候都會去拜拜 我家附近的馬祖娘 板牆馬祖娘 所以你應該是所有東西都 往身上放就對了 對我就 所有台灣元素都拿出來 因為我昨天在做海報的時候 就邊看那個 那個尼菲亞的片段 我就覺得它太可愛了 我就反而說 我家裡台灣元素都拿出來 就裝在身上了 那個粽子是本來 它就是圓形就是這樣 還是你自己做的 其實是我自己做的 小籠包也是 因為它種子其實是個香包組 是我幫我女兒做那個 半家加酒的食物 所以我自己做 對對對這個 你做這些花了多久時間啊 今天早上欸 這個食物是我之前就做好的 只是我今天把它組合上去 然後我在家裡 昨天還找不到綠色洋裝 因為昨天才定調說 是要綠色為主色 然後我就回家翻牆倒櫃 又找東西 就找到莎莎 十年前的莎莎 剛好拿出來派上用場 然後也是致敬一個我很喜歡的 那個法國的服裝設計師 是瑪丹奎 他專門都是做打折的 所以就有一個呼應這樣 有法式跟台式的風格 謝謝你 我們拍一下你的 不客氣 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很厲害 認真很厲害 因為還是很有心啊 就是畢竟那麼遠的地方 像你們這樣子過來 車程大概花多久啊 車程 我們來巴黎的話大概七小時 但是我們 我們不是真的從荷蘭直接來巴黎 我們從法國玩上來這樣 剛好在這邊旅遊 然後就可以留著看幾個派展 對對對 不要受了 不要沒有那些就從台灣 倫敦來得那麼厲害 這樣 那你來這邊看到這麼多台灣人 都一起 等一下去看玉婷的比賽 感覺怎麼樣 感覺超讚 我都是 因為我們有看其他場比賽 就是 就很少台灣人 然後看到很多人在揮旗子 我們也很想揮 然後就 就是很傷心我們都不能揮 然後就來到這邊 看到這麼多台灣人 然後都可以揮旗子 就很感動 真的超開心 會覺得更有那個看比賽的氣氛 有有有 就更熱血 然後我們早上有去看馬昂松比賽 然後就整個大歡呼 我們都很想揮台灣的棋子這樣 還有剛剛那個 舉重有什麼巴拉圭之類的 都有去騎 對 他們都很high 然後就是很羨慌這樣 對 然後我們又很期待這場可以大聲的 為台灣加贏 可以轉過來 接我們看一下 你的那個 會騎 真的是來這邊才跟他們領的吧 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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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懷孕 所以她 就把她浪票 然後我們就剛好有這個票 然後就一直祈禱林玉婷會贏到最後一場 然後就真的贏到 然後我們就真的看到 就很開心 所以你們其實是在她打到金牌 也會那邊 辦事處那邊 他們有特別規定要亮綠色 所以我們看到墨綠色其實是他們說不行的 就一直有人在裡面跟我們回覆說 這個不行這個不行要哪一個 你們衣服還有審核就對了 有 你可以再幫我們說一下就是你一開始 好了幾家 好了幾家 喔好 基本上就是昨天晚上的時候 就被拉進這個群組裡面有大概六十個人 但到今天我們最後登錄時間目前大概有一百六十個人左右 然後部分的人就要求要什麼尺寸的衣服 所以我今天早上一早就先去找 那因為由於我才剛來法國五個月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去哪裡可以買到衣服 所以我們就到處跑 那一開始女生衣服比較好找 找完之後男生衣服很缺 又加上我們想要找的是很亮的綠色 才能夠在場觀裡面透過光的效果不要被蓋掉 所以我們又要排除墨綠色 但是法國人的風格是墨綠 暗綠或是帶點白的那種 潮綠色 對 所以我們其實跑了大概 我跑了大概有十間店左右 然後實際上買到大概是六間 總共我花了大概三百多四百歐元左右 這部分其實是協會那邊有人負責贊助的這樣子 因為你自己負責的是買衣服的環節 但好像看起來其實他還有人幫忙做什麼應援的燒飯 有 像這個 對 所以你自己會不會覺得說 因為這次奧運 然後大家要挺玉婷 其實還蠻驚訝就是蠻多台灣人在巴黎願意一起來加入這個 你怎麼談 有 其實我從就是最開始林玉婷選手發生這些爭議事件的時候 是很痛心很難過 那自己也是長期住在國外的人 其實覺得這種被打壓這種情況下 就算是平常自己在工作讀書都會遇到 然後就感到非常非常難過 其實我是不敢來看比賽 因為我覺得我會哭 我會很情緒化 然後我會很氣 如果我又目睹任何其他國家的人 嘗試在攻擊我們啊 打壓我們 或者是對著我們說 你不可以喊你是台灣人這類的 所以我其實很害怕 但我又是嘗試想說刷票 如果有刷到票就買 那後來在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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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們是在 痾 痾 上面就看到有人在拉說 我們拉一個群組 然後一起買票 有人非常的會搶票 我一拉進群組之後 大概三個小時就有人幫我搶到票了 然後我就覺得 我也想盡一分心力 但是我不太會做手板這種東西 那他們後來就有人發起說 大家都要穿綠色 怕有人沒綠色衣服 我就說好 我不會做美工 但是我住在法國 我可以幫忙跑腿 就是大家很樂於分工 一起完成這件事情 對對 每個人都有負責不同的事情 也有人負責去領所有的會期 然後跟台灣辦事處這邊做聯繫溝通 申請更大的會期 然後也有人負責去刷票 再去刷最好的位置 可能希望在頒獎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更大的亮相的這個空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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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已經想哭了 請跟他出發了嗎 誰已經想哭了 可以了嗎 你這樣的活動 你自己的感覺怎麼樣 因為畢竟是在國外 我覺得蠻感動的 就看到大家都很熱情的參與 覺得很興奮很開心很感動 那你自己願意來參加這樣的活動 原先當初是抱著什麼樣的想法 想說一定要來 我想說我看到那個林學新聞 我覺得我們大家一定要 就是女孩子一定要站出來幫林玉婷發聲 我們要支持她 我們要支持台灣的全集女選手 就捨不得她 對 你剛剛說一次 你做了這些手板 總共做了幾個 做了多久 有沒有熬夜啊 什麼的 我今天 我今天一早起床就開始做 我大概做了十個手板 花了差不多五個小時 所以你是在這裡做什麼工作 我在這邊開紋身店 跟我老公一起開 那你覺得這次能參與這樣子的活動 你感覺怎麼樣 我感覺非常的榮幸 很開心可以跟這麼多台灣人一起 來看巴黎的奧運 Go 台灣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台灣 Let's Go 這個方法可以轉印可以貼很多遍 只要插體香膏 先用酒精清潔一下要貼的部位 然後就可以轉印上去 同一張可以貼大概三四個人沒問題 我可以轉印了 我印了很多張 那你們要 我這鬍子那麼多就轉過來 可以 可以貼額頭啊 請問你們現在可以貼一下嗎 可是我想說走過去再有怕它融化 因為有點熱 真的假的 如果你流太多 那你可以試 可以 我可以試一個給你們看 這個方法可以轉印可以貼很多遍 只要插體香膏 先用酒精清潔一下要貼的部位 然後就可以轉印上去 同一張可以貼大概三四個人沒問題 我可以轉印了 我印了很多張 那你們要 我這鬍子那麼多就轉過來 可以 可以貼額頭啊 請問你們現在可以貼一下嗎 可是我想說走過去再有怕它融化 因為有點熱 真的假的 如果你流太多汗油油 那你可以試 可以 我可以試一個給你們看 在義大利就可以看到它身上穿著Italia 這樣子 即使它不是國家隊 然後法國 你看我們這一次地域他們官方的網站 它前面都寫法國 所以就是出了很多這樣子的C-shirt 我覺得今天台灣比較辛苦的一點是因為 沒有走 對 因為一開始其實我們知道會長有多少人嗎 然後其實我覺得很感動的是 我看了好幾次的比賽 也就會看到 譬如說橘色的A名就知道是哪個 是荷蘭的 那譬如說愛爾蘭它也會全身穿綠色的 然後法國就是紅白藍 所以其實每一個國家它有各地的黑色 所以我覺得我們台灣是不是也可以就是 無形當中 在印尾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形成什麼意思 其實走到印尾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什麼 所以還是要找到 譬如說有哪些不在啊 或是有哪些不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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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我們也是臨時決定 臨時決定說我們要穿綠色的衣服 那很多人可能是有好幾次 就是去看比賽的經驗了嘛 所以每一次的比賽經驗呢 都會讓我們就是越來的 越有創意這樣 今天大概是 可能是大家最後一場的比賽 呃 今天在群組裡頭開 我們應該是相看了兩百個人 但是有很多人其實不在群組裡頭這樣 對 所以你們之前好像 因為這次在服務中上面 有些 巧資大家有 比如說 自己找她 然後 今天